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未来学 我是林南辉 台北股市礼拜四压回了113点 成交量977亿 那昨天谈到的两个点 这个点9630的缺口封闭 这个低点也有跌破 那怎么看9630封闭 收9610 台湾50 台湾50最低来到70 收70.1 他也破了我上个礼拜 跟他谈到了70.15 好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等一下会重新 再跟大家做一个解释 不是重新 其实他本来就是要压回 昨天我们已经谈到了 以电子股的角度 你5月25号之前要转手为攻 你金融股要先破 护方金的64.4 护方金的64.4要先破 破完之后你再看他怎么样的一个速度 然后这个电子股 电子股本来就是要压回 昨天376今天372 要压回到370 这个位置 什么时候会变成买点 下个礼拜 所以这本来就是这个地方的地方 他怎么上去 他还是要回来这个点 那这个点你说 这几个位置 接下来怎么看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 我要先讲一个题外话 为谁而战 我们第二段再来讲 为何而战 那为谁而战 为什么5月16号开 因为现在国民党的候选人 不知道谁啊 如果明天礼拜五 没有人去领那个初选 党内初选的表 没有人去领表 礼拜六 国民党的主席就要 用征召嘛 是不是要启动征召 所以大概答案 你就礼拜六 下个礼拜 下礼拜等的这个是什么人 为谁而战 他就会出现 那为谁而战出现的时候 这是第一个 然后我们现在回到 市场的行为来看 散户到昨天为止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连续都是卖超 我想礼拜四今天 这个压回113点 散户还是卖超 那连续卖超 他曾经出现在什么时候 我等一下带给大家看 这个连续第三天卖 散户曾经连续12天卖 我去年在8501的时候谈过 去年8501的地方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去年的8501 去年这个地方 8501后来 你现在最近看它涨到 就从去年这个8501 涨到1万点 可是在这个8501 这个中间有十几天的时间 我连续讲了12天 散户卖不够还放空 卖不够再放空 连续12天 然后连续12天之后 开始上来的时候 散户先杀后追 这个都是我们当时谈到的 那现在才三天而已 连如果连礼拜四四天 现在才卖四天而已 还早 所以我讲的时间点差不多 5月25号之前 转手为公 跟散户的行为 市场的行为 到了礼拜四才不过卖超四天 散户了 然后去年曾经 卖了12天 卖了12天后面 一涨上去 没有回来 所以这个曾经发生过 而这个现象 跟现在的情况 我认为 它还是蛮雷同的 所以它本来就是要压回 只是压回的时间点 比我预期的要早一点点 这个时间点压回 电子股的压回 然后在5月25号之前 整个大盘转手为公 跟金融股的去破低 比我预期的要早一点点 可是这个时间还算是OK 什么时间 我等一下会下结论 这个时间 什么时候会来到这个点最好 而来到这个点 你有三天的时间 礼拜五 礼拜一 礼拜二 下个礼拜二 如果来到电子股的370 它就会形成一个 类似去年8501 这个地方的一个买点 至少类似像这个地方的一个买点 所以我们来看 整个内容当中 其实个别股差非常的多 没有错 可是今天由我们手上的一些股票 它还是涨啊 你这个礼拜 你去买的股票 IPC 你去买的股票 它还是涨 那为什么有些股票跌 有些股票涨 这个就要探讨了 我相信你如果现在还有 还有那个意愿 去研究说 为什么有些股票涨 有些股票跌 那表示说 你开始在找到那个方法 你已经开始在找到那个怎么样去做一个很简单的判断的方法 这个判断的方法里面我节目当中其实我经常每天 我几乎每天的在跟大家做报告 希望你能够了解 比如说你说这个华雅科 47块8没有收过 他就是没收过啊 那没有收过会怎么样 你在47块8的时候你看过 你不是事后来看到 你是事前就看到 他没有收过 没有收过 你要先尊重他 结果他从47块8跌到30块 然后这两天反弹 反弹这个位置 其实很重要 他的趋势要扭转 要从这个地方开始看 不是去逢低承接而已 你如果毫无方法的逢低承接 背离也好了 这里也是背离啊 你就算背离 你去买 你顶多也是赚这一段 他的基本面不差 现在才5月14号 距离1月份第一季 第一季啦 一二三月 其实这算是最近的一个财报 跟现况其实差不多的 第一季的财报 他并不差 可是财报 另外最真实的语言 股价最真实的语言 要先看这个位置 DRAM 看这个位置 我帮大家看 然后 你说我帮大家看 其实之前我也提醒过各位了 这个地方 那DRAM的IC 他没有整理好之前 他没有中线条件之前 你就会碰到这个问题 一个股票 他的条件没有形成之前 你就会看到 从这个地方下来 从这个地方 51块 然后 他还没有完成他的条件 所以你看到38块 这个简单 我现在用这档股票跟大家谈 你不要买什么很复杂的 什么技术分析的软体 你不要用很复杂的什么工具 你只要你现在能够拿到的 你任何可以看到的简单的K线 你在任何网路上面可以看到的K线都可以用 只是会不会用而已 你现在看自身这档股票 我有没有用很复杂的什么软体 来跟你做任何的解释 没有啊 它就很简单的 大家都最习惯看的 你最习惯看的 日K线 它就一个日K线 压力 红色的部分还会涨 量最大的地方不会是最高点 所以指标没有背离 它还会往上涨 这个都是你用 一般你看到的日线都可以用到的 只是我帮你说这个地方有压力 可是它还会涨 因为两个红色的圈圈 它还会涨从41块 涨到46块的时候开始出现缺点 那到46块开始出现缺点的时候 它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来到48块的时候 其实这个地方是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量价背离 然后背离之后开始往下的过程当中 你如果第一次你看得懂 那第二次你也会看得懂 因为第一次从41块还会涨 涨到48块 48块为什么有缺点 46块以上就有缺点 那为什么有缺点 这一段你如果看得懂 这里你也可以避开 这里45块 45块我也画给大家看 我也画给大家看 45块这个地方 怎么样下来的 跟前面不是一样吗 这个地方怎么下来 你不觉得说这两个地方都一样吗 这同样的一个操盘手的惯性 然后再下来从45块 这里是来到38块 38块还没完啊 再来到36块 从第一次48块再来45块 然后到现在36块 这个一开始前后 你都可以用很简单的你随便看到的日线 你都可以很简单的判断的出来 啊更何况我更简单的把它写在这里面 每天帮大家写好 你去看 不是更省时间了吗 就更节省时间嘛 然后我也提醒大家有些股票 确实 我不认为说这个盘有那么糟糕 因为时间点我都跟大家讲 等一下我还会讲更清楚一点 但是个别股的位置确实不一样 短线上仍然有些股票 你看起来很强的 这个昨天前天都很强 啊它很强的时候 再一样哦 跟刚才智升一样哦 跟很多我在节目上讲过股票一样 这个地方很强 可是这里有压力这里有压力 所以你不是去追的 那这个比较难的 我帮大家做 去年11月 我说这个错了 361 3661F4星 11月14号 写完之后是笔物嘛 不是1.66 它这个笔价的空间不是1.66 是0.66 所以我在节目当中马上跟大家更正 那如果102乘以0.66 应该要从102回来到66 啊它不是66 它不是到66 它来到48了 它来到这个地方63 不是到60几块而已 它来到48了 66之前 它是叠它的基本面 66之后 它是叠它的技术面 那个筹码已经乱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 我不是在跟大家解盘 不是在跟大家说做分析 所有分析的目的 是为了赚钱嘛 那分析的目的 你怎么样把一档股票 它这个价位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 我帮你看到 你帮你自己看到也好 看到之后怎么样把它变成钱 所以我们现在你说做空 做空 F预期 这个投资朋友 你们各位同学 你也真厉害 价位还没到 你就去把它空 空了你也有赚 你说我又赚到了 我看节目我又赚到了 看节目去空你也有赚到 可是请注意 这是有一些价位的想法在里面 它不完全是说 我看到了F预期空 可是空什么价位的一个设计 这个价位的设计 其实是更重要的 所以我现在把一个过程 你说怎么样 在节目当中 你看到的 方法也好 结论也好 不管方法还是结论 你怎么样画成一个简单的 一个方式去做操作 是可以实际去操作的 那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 今天还有一个 6104的创伪 价位也出来了 你从很多个股 我在节目当中谈过的 从金像电 从瑞玉 从8016的细创 然后你在前几天看到的 前天看到的F预期 再来再看到创伪 它都有一些价位的想法在里面 做多做空都一样 你可以在6月10号左右 我本来是说6月30号之前 放在你的电脑里面 那这个之前其实 你在分析附录里面都会看到 你今天也会看到 可是6月10号以后 我会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让你更清楚的知道说 第一天 然后中间的过程 怎么样去了解 那个价位设计上的想法 其实多空之间 本来就是任何金融市场 它都很正常的 你也不要有任何的过度的联想 说我是做空还是做多 其实我只是要提供 我们的会员朋友 更健全的一个操作方式 你不是一味的做多 那多空之间 你怎么样一个标准 那用一个多空之间 都有一个标准 你就能够去建立 你自己的操作标准 目的就是这个样子 让你用最简单的方式 能够从所有的简单的判断当中 很简单的判断当中 去真正赚到钱 而不是只有分析 那我们等一下就先来讲 从一个标准作业流程里面 我看到什么样的趋势 趋势不是短线 有什么样的趋势 我从这个标准作业流程当中 从财报当中 我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趋势 我等一下两分钟后 我们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跟大家谈 我看到的一个新的趋势 待会见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未来学 昨天我们谈到的行情的看法 没有改变哦 行情的看法一样电子股要压回来到370这个位置 昨天376 今天372 压回是正常的 这样才是对的 好那只是压回的时间比有预期的要早 可是也没有早多少 因为它只要在5月19号之后 不要太早了 不要在明天也不要在礼拜一 稍微慢个两天到5月19号之后 当你看到电子股的指数来到370的时候 它是一个买点就跟这里一样 跟这里一样 跟这里一样 它在做一个向下的一个齐形的洗盘 可是我要讲更大的一个面向是 为何而战 上半段我们谈到为谁而战 那现在我们讲一下为何而战 为何而战就是你现在处在的一个全球金融环境 美国为什么不断的让它的股票涨 美国政府难道瞎了吗 他没看到它的股票涨很多吗 他当然知道 但是只有这样子 他才能够去扩张它的金融版图 现在不是用子弹 现在是用银弹 那中国大陆看懂了 中国大陆看懂了 所以中国大陆也要让它的股票的总市值 股票市场在网上 这样它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也可以解决它国内的很多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为何而战 目前的金融环境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为谁而战 礼拜六会知道 为何而战就是这里 做一点差异分析 我举个例子来讲 今天你说盘中压回113点 我是举例 不是叫你去买它 盘中在压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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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它都不跌的股票是谁 举例说明 你要把它找出来 事实上我们手上有些股票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手上有些股票 不仅没有跟着大盘压回 它还往上去收 所以这样的个股 它就会变成接下来的强势股 你今天在杀盘的过程当中 哪些股票没有跟着杀 甚至还往上冲的 它有机会变成下个礼拜的强势股 这个就是简单的盘中的差异分析 那财报我已经看了860档 到昨天晚上为止 所以礼拜一下礼拜一 我会在第一时间 交给我们的会员朋友 去做参考 财报的基本分析 SOP它是让你的做法变简单 这个做法简单里面 包括说 我们这个礼拜加码的 台湾软硬整合的IPC 我上个礼拜不是花很多时间 讲IPC吗 软硬整合 从PC到IPC 这股票都还算强势 你这个礼拜买的都还超过 一根停板以上 我们现在来讲是 我们要找这个位置 因为你如果讲这种股票 它就 其实我讲过很多次 我在节目当中 这档股票我也讲过很多次 从48块49块 现在剩下26块 48块到26块 最近还是往下几跌 这个地方都在跌筹码了 这个地方都已经不是 跟基本面扯不上什么关系 它在跌后面这个地方的筹码 那我们要找的是 现在的股票的起点 哪些股票在这个起点 用这档股票做例子 我要说明 我们有没有这个股票 今周 讲到像 讲这么久了 我们还是有股票 我们会员朋友还是有股票 只是数量不多而已 你说4417的今周 跳空涨停 跳空涨停 我们有没有股票 有啊 只是张数没有很多而已 这股票本来买不多嘛 可是一直都放 一直都在啊 中间有调整 有做价差 还有再加码 4月27号在这里 4月27号 我为什么突然间 在4月27号 去写给我们的会员朋友 然后画这个红色的框框给他看 4月27号 他连涨都还没有涨 然后我只是要呼应一件事情 为什么还有加码点 为什么一开始到现在 看着他跌 啊跌也没有卖 有做一点价差啦 但是跌也没有卖 而且还有买 为什么这个股票 他这两天连续跳空涨停 啊为什么在涨之前 你会先看到这个红色的框框 4月27号在这里 你会先看到这个红色的框框 然后到了5月12号 我们再把时间移到5月12号 5月12号在这里 5月12号在这根往下刹这一根 那5月12号我又画了什么 5月12号我又把这个位置再画一次 5月27号他还没有涨之前 我先画给你 5月12号再画更清楚一点 2跟3各有所好 5月12号就在这里 5月12号画完 然后昨天跳空涨停 今天跳空涨停 你说因为他是小型股 他投机 他第一季赚了1.23元嘛 他连续两根跳空 是因为他第一季赚了1.23 3个月赚了1.23 所以市场会联想说 那今年至少赚4块5块 赚4块5块股价怎么才20几块 今年涨情也不过30块 这个都是有原因嘛 你要去了解 每一档股票背后的基本面 成长的轨道嘛 所以我是事先 他还没有跳空之前 事先画好 他还没有涨之前 事先画好 你有一个前后关系请对照好 不是事后来讲故事 而且这个股票 虽然数量不多 可是我们还有 我希望大家了解更多 很多更多的东西 你要去了解说 比如说我昨天谈到的 3152仅得是市基 他到底真的好吗 第一季看起来不错 真的好不好 你可以用这档股票来互相印证 市基现在开始高化值 高化值包括触控IC跟所谓的面板的驱动IC 他现在是要整合在一起 那这个整合这个趋势会不会出来 目前第一季没有 那接下来如果你看到这个趋势出来的时候 表示从市基的面板 然后从触控IC到所谓的驱动IC 它整个结合在一起 可以从一档股票里面 去看到一个产业的趋势 而这个产业的趋势里面 它又跟物联网有关系 那物联网的关系里面 你说微软在物联网 台湾有七个伙伴 这七个伙伴我们有时间在谈 我要讲的是 我认为未来物联网最重要的是 你谁能够走到Ending User 就是不是只有一个零组件而已 跟我最近在讲IPC一样的观念 谁能够直接找到消费者的需求 到Ending User的消费者的需求 而不是只有做零组件 做零组件的时代 我认为已经过去了 像这个就很厉害的物联网IC 赛琳斯 美国很大的一个物联网IC 因为它这个FPGA 这个元件等一下有一档股票 它的功耗跟性能都非常好 接下来它要在单晶片跟3D IC这个部分 做出新的突破 从赛琳斯这个FPGA这档 这个趋势里面 你看到去年的成长 这档股票 去年的成长 然后符合工业4.0的趋势需求 Avago这个地方的桥接器晶片 它全球市占率超过7整 我讲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成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成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从什么地方来的 然后接下来的成长什么地方来的 这个在你今天的电脑里面 会出现这档股票 今天你的电脑里面会有两档股票 有两档股票其中一档是这个 可是它的成交量不大 不适合大量操作 但是我要请我们的会员朋友去研究一下 今天你的电脑里面的这两档股票 它中间明天的记录 你要去了解这两档股票的价位 有什么不一样 我要从今天你看到的这两档股票里面 去谈到一个价位设计上的想法 所以我是提醒我们的电视机前的会员朋友 到你的电脑里面去看 希望从今天晚上你看到这两档股票 我刚才讲到赛琳斯 全球最大的代理商 这个未来的趋势当中 怎么样去看物联网IC 然后你从这两档股票里面 去看到一个价位设计上的一个想法 然后什么叫做标准作业流程 什么叫做一个成长的轨道 什么样一个选股公开的过程 怎么样去做价位的设计 然后怎么样去克服人性 这样子你才能够脱胎换股的 重新有一个新的好的操作 祝大家明天投资顺利 明天再会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 做事 ВUM particularly 未经许可 出品的水平